欢迎来听好说 现在二胎三胎都已经全面开放了 父母只要有超过一个孩子 总要面临一个难题 如何能做到公平 怎么才能一碗水端平呢 今天我们就来明确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做不到 其实呢我个人现在是只有一个孩子 但是我已经知道做不到了 因为我是全职妈妈 没出月子就开始自己带孩子 母乳亲卫各种照顾 我感觉可对得起我这玩儿了 可是这小子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对我冷淡 人家一生下来呢就酷爱他爹 有他爹在一定不要我 一岁半才见到他姥姥一见钟情 又酷爱他姥姥还是不要我 只要他爹他姥姥在 我就是个小透明 我要是敢伸手 从他爹他姥姥怀里抱人 直接上小手推我 甚至呼我脸上 打脸啪啪的 我痛苦呀 我到网上各种搜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所搜到的所有的答案 都不符合我家的情况 最终的结论只有一个 这小子就是看我不顺眼 然后呢我家玩儿他爹就安慰我说 哎没事 投胎呢亲他爹 第二胎肯定就亲他妈了 我当场脱口而出 千万别 二胎一定要跟投胎一样 因为如果老大不亲近我 而老二亲近我 我就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公平了 我如果以为一分付出 一分收获为原则是最公平的 那就得任由二宝亲近我 大宝不亲近我 那老大长大之后 会不会到网上吐槽啊 家里有了二胎之后 妈妈天天抱着弟弟 好那我改 我以两娃拥有的必须相同为原则来讲公平 铁面无私 二娃让我抱抱十分钟 扔下再跑去 死皮赖脸的非要再抱大抱十分钟 那我估计二宝长大之后就得上网吐槽 父母好偏心呀 哥哥怎么做都是对的 我怎么做都不对 没办法 因为公平这个玩意儿啊 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它在于子女个人的感受 你没有办法实现绝对的公平 更何况 就算你实现了绝对的公平 也照样会有人叫不公平 因为那不是他要的公平啊 举个例子吧 如果说老二身体健康 老大生病需要动手术花二十万 可是家里就剩二十万了 那一碗水端平怎么端 是坚持两个玩都要活 所以二十万都给老大治病 还是说两个玩的钱必须一样 一人分十万 老大死了拿那十万给他办葬礼 再比如说 老大喜欢高尔夫 一年的费用就要二十万 老二喜欢乒乓球 楼下小区里就能玩得很开心 那这个一碗水端平 是要逼着老大改打乒乓球 还是说我把老二的乒乓球 牵上钻石 保证他一年也能花二十万 所以 只要是超过一个孩子 家长就没办法做到完美的公平 十个手指头都不一般长 你世界上哪找那么多绝对公平 但是 就我个人而言 虽然明知我做不到公平 但我还是想生二胎 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绝对的公平 有相对公平就不错了 社会就是这么运行的 孩子早晚要接受 差不多你的孩子开始纠结公平不公平的时候 他也快上了幼儿园了 就算是在家里 你能做到百分百对我而公平 那幼儿园也做不到啊 你知道幼儿园的老师 多怕家长跑来吵 你偏心 你对我玩不公平吗 其实独生子女这玩意儿 它是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 是奢侈品 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异类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 那孩子天生就拥有跟兄弟姐妹相处的本能 矛盾当然有 独生子女跟亲爹亲妈难道就没矛盾吗 我们这一代作为独生子女 该享受的权利都享受了 该承担的责任也在眼前了 我们会自然而然的把独生子女 视为一种常见的选项 但实际上 我们这代才是历史的特例 父母能做的呢 是尽量公平 给孩子多多的爱 然后让他把视线 从兄弟姐妹身上转移开 因为只要你的娃儿盯着兄弟姐妹 他必然能够找到不公平之处 这叫什么呢 内卷 那如何解决内卷呢 引导孩子往外看 嗨 别看你兄弟了 看外面呀宝贝 外面有星辰大海 等着你去征服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微信公众号 nistalk好说 可以获取本节目的文字版 有需要的亲 可以移步 感谢来听好说 如果你觉得这节目还有点意思 拜托支持支持 给我捧个人场 点点赞哦 您关注一下吃不了亏 订阅一下上不了当 好说好说 咱们下期再会